你们知道叶凡的大奔究竟欠了多少停车费吗 众所周知 叶凡开着大奔前往了泰山风景区 本想着是一次同学聚会 没想到 缺意外踏上了成仙的道路 叶大班长的大奔也永远留在了奔驰停车场 网友们都戏称 叶凡之所以成仙后不回地球看看 就是因为自己欠的停车费实在是太多了 等待叶凡归来交停车费的保安 已经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 修成了无上帝尊之境 不畏成仙 只为等待叶凡归来交上这天价停车费 此等因果根本不是叶凡可以对抗的 所以叶凡也迟迟不敢回地球 那么叶凡究竟欠了多少停车费 才会让叶凡如此害怕返回地球呢 这天纪元总计260余万年 泰山风景区停车费按照一天50块钱来算 一年365天 叶凡如果回归地球 叶凡就需要交474亿元的停车费 这还是不算通过膨胀的情况下 所以叶凡的苦衷谁能懂啊 保安为了等叶凡回来交停车费 从一个凡人硬生生地等到了准仙帝 哪怕背负泰山 须一只手托着帝兵奔驰 国保安大帝一样可以无敌于世间 不畏成仙 只为红尘中等待叶凡叶天帝归来 交上拖欠的停车费 仙之巅 傲世间 谁也别欠停车费 这或许才是真正的遮天 哪里有什么叶凡叶天帝 只不过是一个交不起停车费的少年 临死前的黄粮一梦罢了 好了 以上内容纯属胡扯 喜欢遮天的兄弟们 可以给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